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不高兴什么 金匠 我们持续关注 现在长庚医院董事长王瑞慧 一个头两个大 持续的跟想离职的这些医师来肯谈 他祭出了止血的五项措施 他认为应该可以完美的落幕 但是事情恐怕没有这么乐观 我们看一下前急诊部主任邱德花说 急诊已遭受到很大的创伤 现在内部支离破碎了 这四个字听起来 我觉得好痛 好好的一个急诊部的文化 专业急诊的文化支离破碎 缝合缝缝补补补补补 补不回去吗 而且记得一下 这一次长庚医院的一个离职草的话 同一也没有见列欣喜 你看一下台大医院急诊科 专科组治医师严瑞胜 他讲一年前我会说 长庚急诊很好 现在不同了 为什么 因为长庚医院在国内的医院当中 他树立了尤其在急诊部的典范 你看1989年 急诊就推动了专科组治医师制 1992年成立了急诊医学的专科 对 这些的时程都领先龙头台大医院 至少一年 所以长庚是独步全台 换句话说 今天台大急诊科的组治 跳出来讲 丝毫没有见列欣喜 他是觉得前面的领头 杨各位不要忘记了 他讲的是一年前跟一年后 刚好不就是王瑞慧上台前 到现在的这一年吗 这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在王瑞慧 这个接掌之后 你看之前 人家那个狐利多好 长庚急诊部要招 这个假如说八个住院医师 来了30个 对 假如台大要招五个的话 也许来不到10个 你看大家都去 你看制度好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 我比较年纪大的一个急诊医师 我就请你 你看我们这个 你部分的时间 你就可以渐渐 花点时间 你去教学行政 慢慢从一线退到二线 然后减轻你的体力的负担 这样的话 心血是不是补上去 没有错 那这次人都跑掉了 当然常跟说 没有关系 内外科的医师来 来轮流支援这个急诊部 是 一两天可以的 五年十年 你有办法吗 你这样的制度的时候 你现在一切都是KPI 来决定你的一个绩效 对不对 那你跟医疗的本质内 是冲突的吗 是 好 那你想要维持这种 支援的一个急诊的医生 我问你 心血会补充吗 不会 对 因为你制度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讲一个更严重的 今天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 长庚如果你继续以KPI为主要导向 你继续去叮这个急诊部说 你是因为没有赚钱 一个赔钱的行的这个部门 我检讨你的话 第一个没有新人要来 那原来的人留不留得住呢 我讲两个 大胆的 肉脏冻的 肉脏冻 我们看到了 陈日常主任 邱德发主任 这两个都说我回不去 人家绰德发 中国医药学院附设的医院 他已经找到新工作了 是 这样长庚的急诊部 是不是推回到30年前 那过去30年任何的一个努力 完全都泡汤 是 不过我们看 这一次的这个事情当中 听说 三两李宝之外 大爆气 他生气了 他为什么生气 这一切的风波 现在矛头指向 现在已经辞职的是吧 李时针 有人就讲说 他被重用 因为是三两李宝珠的远房亲戚 这假的都姓李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 李时针是在2014年 进入了长庚医院的董事会 当年一起进入了 还有这个医师代表 有嘉义分院副院长的吴正雄 但去年的 到了今年的6月21号 又再次的这个改选 吴正雄早已经退了 李时针屹立不咬 过去你要进入长庚董事会的医师代表 要副院长 要院长 李时针没有做过院长 他只有短暂的做过副院长的一个经历 你这样却一路爬爬爬 爬到了长庚医院的一个大总管 成为这个决策委员官的主委 有人就说 你有没有事吗 对吧 但是李宝书 一个王姓的家族成员 他们转述说 有人去打听李时针 李宝书说 哪有可能 信李的都是我的亲戚乱讲 那整个台座集团 有多少信李的都算他的亲戚吗 那二女王瑞宇说 李时针跟我们的家属是无关的 好 听到这个地方 我请教一下慧珍 慧珍昨天其实我们讲到 非常多关于王永庆 草创长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小故事 来谈谈看 这一次长庚的形象搞到伤筋动骨 王瑞宇才上任一年的时间 我们再往前推 是他的母亲 我们讲到三娘李宝竹女士 他大家都开玩笑说 他自己其实也不会言 我才打没这个 我也没遗憾的专业 他们的让他去冲 冲框的比以前创办人做得好吗 人家他有这个度量 两年之后换成他女儿 他女儿在长庚 30年的经历了 大家想说 怎么会这样 这一年的时间 几乎把这个形象 搞到一个刀刀剑骨的地步了 你知道之前的长庚董事会 就是因为王瑞会 他坚持不退董事席次 因为他认为 他在长庚30年了 怎么可以因为你们几个大人 几个妈妈跟那个堂哥们协商之后 就要我退 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个默契 当董事长的家族只能两席 没有当董事长的人家族三席 所以今天如果是李宝珠当董事长 换句话说 王永庆家族只能两席 就是李宝珠跟王桂云 那你王瑞会应该要退啊 但是他那时候就一直不退 不退的情况之下 到后来那个李宝珠就说 没这样啦 请你们谅解一下 然后呢就让我带到2016年底 之后改选 我女儿不退我退 所以后来在那一次2016年改选的时候呢 确实李宝珠就退了 变成王瑞会当董事长 可是有意思的是 那一次所有的董事名单 其实都是协商过的 所以那时候社会贤达的三席 是由台塑董事长 然后南亚董事长 跟台化的副董事长 这三席要进去 这个照理说都是名单上的人物 也协商过了 结果呢那一场董事会里面 本来20分钟应该开完的 开了一个多小时 为什么 因为这三席社会贤达 医师代表们很多不愿意投给他们 所以你当你要当董事 你票数一定要超过8票 因为15席嘛 所以你要过半数 这个人才能当董事 但是因为王瑞会的一个力量在 所以其他的医师代表 不愿意投票给这三位的社会贤达 变成其中有一位叫做 台化副董事长洪福元 他是王文渊的左右大将 左右手 那时候洪福元一直没有办法当董事 闹了第三次之后 后来就是李宝珠说 大家爱好好 按照原本协商的走 到最后一次投票的时候 才确定就是洪福元商 所以光由这个董事会的难产过程 开了史上最长的董事会 你就知道就说 王瑞会在整个长庚体系 真的是大权在握 听到这个地方 人同此心都会想说 你是第三次女孩 你嫌不得 你是为难妈妈吗 还是你要为难到谁 他的想法应该是说 长庚在30年前没有人要来 是我来了 我来这边站了30年 人家好歹也说一句 戏棚下站久了也是你了 他故爱 我站了30年了 你怎么可以 几个大人讲一讲就叫我退 他那时候是很牛的 就是坚持不退 后来曾经还有一个过程是 因为王文渊那时候有外传 王文渊有透过家族的一些友人 居中协调 就说请他们那个家族 遵守他们的协商 后来三年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就在有一次董事会上 他就拿出了一封信 然后就说谢谢各位董事 这过去一段时间的 那不然就是我没那么多 那一封信其实就是辞职信 他那有意思是要辞职的 结果当场被吴德朗 另外一个董事给拦下 他说今天我们没说这件事 然后所以那件事 那一次就没有 后来王文渊也知道 李宝珠是妇女心切 所以他也就是遵照 李宝珠当时的说法说 我做到这一任为止 就是2016年8月为止 我就不再续任 女儿不退我退 所以这一场关起门来 开得没完没了的董事会 去年把王瑞慧拱上去 背后妈妈雇局大权 不过蔡总进一步来给我们看一看 这一对母女 三娘跟王瑞慧 那个作风风格是迥异 一边是赢得明星 一个像新猪牌踩在那里 顺风顺水的带领着长庚 结果王瑞慧没有 一年之后形象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姜还是老的那 这个高下立判 我们看一下李宝珠 没有受过正贵的教育 没有在集团上过一天的班 但是当时以巴士高龄 看似无才的女子 接掌了长庚医院以后 人家平平稳稳 为什么这个王瑞宇有讲说 妈妈就是低调 圆龙 懂得收览人心 你看一下 长庚是这个王瑞慧 王瑞慧在共同见证 所以照道理应该 要这个姓王的人来掌控 但是长期都是李宝珠的系统 包括长女的王瑞华的这个先生 杨定一 三女王瑞慧 妖女王瑞龙 都在长庚长期的来经营 为什么 根据台硕前董事长李志春的回忆 所以以前老董就是王瑞慧 礼拜天请这些医生 来这个家里开会 开会的时候忽冷就在旁边 来打点 煮饭 所以李宝珠就跟这些医生 有长期的接触 甚至跟这个什么台硕的干部 更加亲密 还有王瑞慧去找一些医界的大佬 比如说像吴德朗 上早熊的时候 李宝珠在旁边 而且李宝珠对这些医界的大佬 是非常的尊重 他曾经讲过说 我这么医院的事情我不懂 你专业医生去做 我在背后看看 看看什么 人家的长庚医院 每一个分院要起来 打那个地基 从头开始 李宝珠都亲自了一个建功 有时候王瑞慧的脾气不好 会 即便你是医师 我也不跟你闹 对吗 人家说李宝珠就私下打个电话去 说秀秀啊 你不要太难过 你看是收览人心 所以他不是贵夫人 他是长庚医院的天使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是三娘 在王永庆那个时代 他怎么样 跟着他去寻工地 怎么样 他前面骂医生 我后面这样进行 是那个所谓的 重点在这里 我都在背后看看 帮忙能做些什么 这个是三娘 但他女儿不一样 对 女儿的话 我们看王瑞慧 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心理系毕业 回来 马上进入了整个台硕集团 但是台硕是做实话的 他写的是这个心理系 所以不晓得摆在什么位置 王永庆就说 你开一开始 台硕 然后到台化 到什么总管理处 最后没错 他跑到了长庚医院 一蹲就蹲了30年 这个功夫也是扎得很深 也就是说 对于医院 他是非常了解 都在状况内的 但是有压力 你看一下 王瑞慧两个姐姐 都是台硕集团 样榜的人物 闪亮的明星 大姐 王瑞华 台硕副总裁 王瑞瑜 台硕总管理处的总经理 每次出来 都是美光灯的聚焦 所以王瑞华有压力 有压力的话 我还要好好表现 一个机会来了 那时候 厦门长庚医院要动工 王永庆说 王瑞华 你就是负责 负责很辛苦 第一年 几乎每个月在厦门 待两个礼拜 要怎么样 从金门到厦门 小三通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 然后回来的时候 每个周末就跟爸爸 王永庆报告 进度怎么样 最后厦门的长庚医院 终于落成了 而且各项方面都很顺利 所以就获得了爸爸的肯定 但是肯定以后 现在接掌的长庚医院 我不一样 我跟妈不一样 我一切都是KPI 我要绩效 然后找了李时珍 这种斗性比较强的 捅出这个楼子 看他怎么收拾 好 蔡总给我们看到了 厦门长庚是王瑞卉的 看起来是最大的一见战功 论功行赏 最后顺着妈妈 我抱歉 顺着妈妈考量家族和平 把这个女儿给拱上去了 但是会跟我们进一步来看看 从三娘到王瑞卉 三娘说我比较寒 才能打不着 弱不是真的弱 再来看他30年蹲马步 实在也非常的扎得很深 强也不是真的面面都强 对 其实我觉得 三娘在整个台座集团体系之所以 他真的是从司机到秘书 到一些大老 就是所谓的大老级的人 全部都对他就是 非常的信服他 为什么 他就举一个例子 从那几年 主要长庚在拓展的那几年 王永庆是 礼拜天 每个礼拜天 中午一定是跟这些大老 每个礼拜天 一年有52个礼拜天 中午宴请这些医院的医师 重点的医师 每一次下厨的都是李宝珠 所以 他下了至少五六年 我宴请大老 不是在外面餐厅 都在我们家的那个大圆桌 对 老板牛 煮饭给你吃 煮五六年 煮起来它也是两三百顿 你吃了这个老板娘的两三百顿的午餐 你跟他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麻吉 一定麻吉 心都非常的靠近了 而且三娘他非常的体贴的是说 谁胆固存高不能吃什么 谁口味重不能吃什么 他都是非常清楚的 就像三娘所说的 他其实不需要做什么 人心都向着他 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人心 都就是抓住在手里 但是王瑞慧倒是不一样 王瑞慧是比较严厉的 尤其是他是少主上来之后 他对一些老臣 也许不一定有那样的用心 今年四月董事会以来 他很奇怪的是在五月份 加码了台塑化的股票 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背后的意义 我们昨天提到您还记得吗 昨天我们不是说 四月本来那个长庚提出 要云林分院人数不够多 然后说要猜测吗 跳出来反对的人是谁 王文渊 王文渊是台塑集团总裁 所以某一种 有一个比较阴谋论的说法是说 我常跟着董事会 你跳出来反对 好 那我就用我的经脉 来加码台塑化的股票 来让你看看 这个经脉的实力上 我也是可以跟你相抗粉的 所以你今天可以来我这 来这跟你说 说上几句话 我要做的你来踩我的脚 那没有关系 台塑化我也有办法 我就买买买买到那个地方有声量 主要是长庚原本就是台塑三宝 第一大的股东 持股都超过大概10%左右 他持有台塑化大概是5.65% 但是四月份那件事情是 五月份他加码了7000多张 然后那个持股数从5.65% 增加到5.73% 但是我们就是说 有一些旁边的人是解读说 他只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提点大家说 我是有经脉在手上的 不可以小觑我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看到了 当30位的主治跟主任及的医师 他们还是坚决说 我头也不回 我回不去的情况之下 你说长庚急诊通报已经提醒了吗 看起来恐怕还不能看一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